新赛季还有不到100天就要开始了,可以说大家对于新赛季的期望还是非常高的,毕竟经过今下NBA的交易市场,如今NBA的格局,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新赛季的来临还是非常期待的。 不过除了期待之外大家还非常关心新赛季MVP的人选,而就在前两天ESPN的预测专家公布了2018-19赛季MVP预测投票结果。 在这一份预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结果,下面小编就带大家来一起看一下ESPN给出的预测结果,看看他们的预测结果,和大家所想的是否一样。 NO3,杜兰特在这份网站上改文杜兰特得到12.1%的第一选票,总分43分,拍在MVP的第三位,可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预测小编还是比较认可的。 虽说杜兰特的个人能力非常强大,并且勇士的实力也非常强悍。 但是对于ESPN之所以把杜兰特放在这个位置,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勇士的团队太强了。 所以说在这个体系里面杜兰特即便有再强的能力也很难能够表现出来。 或许换句话说就是即便杜兰特的实力再强,也很难能够在勇士这种体系里面脱颖而出,因为一只优秀的体系,是不容许有个人英雄主义存在的。 2.戴维斯新赛季对于体股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要知道在上个赛季体股拥有龙多,考新思,戴维斯这三名核心的球员。 即便考新思受伤之后还有龙多这名战术大脑,但是在新的赛季体股仿佛又回到了此前的那个空坎正如容,不过这样对戴维斯来说或许是一个机会,因为一旦戴维斯能够带领这只体股打进季后赛, 甚至取得西部钱莫斯的战绩那么戴维斯获得MVP的几率会非常大,更为重要的是在最近几个赛季里面戴维斯一直就是MVP前三的巨星,就算是轮也该轮到他了。 能一,扎姆斯在这份榜单上扎姆斯得到了得到34.9%的第一选票,总分85分排名第一,显然对于这样的一个预测或许会有许多球迷会表示不满和质疑, 不过在小编看来以SPN的预测并没有错,要知道在詹姆斯加盟胡人之后现在的这只胡人,已经不再是此前的遇难球队,而且有了詹姆斯的加盟之后胡人的实力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和进步。 所以说如果詹姆斯能够带领胡人打进季后赛,或许是打出非常出色的战绩,那么詹姆斯获得MVP的概率会非常大的,而且一旦詹姆斯能够拿到MVP便能够拿下职业生涯里的第五个MVP这品强大。 除了这三名球员之外,ESPN还给出了后面,最有可能获得MVP的四到十名球员,而上个赛季的MVP获得者哈登排在第四位,字母哥排在第五位,酷里排在第六位,而以往一直排在。